中兴事件显示美国惧怕中国科技发展。未来中美高端科技竞争更显激烈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据中兴网8月4日报道,美国媒体就中美科技竞争刊发重磅文章。 意外的是,文章否定了特朗普政府关于中美科技冷战思维的错误观点。 文章称,在新的时代背景下,中国的科技结晶仍然值得美国借鉴,而不应该是全盘否定,而应该辩证地接纳。 随着美国制裁中兴一案发酵,关于中美在新背景下的科技竞争受到了更多关注。 自中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,一大批新兴产业及制造产业被提上一程,我国确立了向世界制造强国迈进的战略目标。 特朗普上台以来,将中国明确列为未来美国面临的主要竞争对手,高新科技领域更是主要阵地。 中国窃取美国技术这一观点,其实就是特朗普打压中国科技极致造业的一个幌子,特朗普真正目的就是压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,始终保持美国的绝对科技优势,从而在全球收割财富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中兴事件只是中美科技竞争的一个爆点。事实上,美国一直在科技领域打压中国。 就拿最近被炒得火热的晶片为例,我们也许听说过高通公司生产的手机晶片,但可能不知道这是一家美国垄断的晶片公司。 美国在晶片制造所使用的精密光刻机等关键设备上始终对中国save呢。 而大家熟知的国内大多数手机厂商小米、Oplo、Wivo等,全都高度依赖高通公司。 晶片领域只是冰山一角。 在中美科技对比中,这种现象比比皆是。 不可否认,我们国家目前的制造业及科技水平,仍然与世界一流水平有助较大差距,而这种差距是需要大量时间精力与国家投入来弥补的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不过,中国在科技领域砸下巨大投入的回报,已经硕过累累。 在高端领域,我们同样占有重要席位。 例如,无人机、高铁、5G、人工智慧等等。 今天我们拿得出手的有很多,并且很多科技优势是美国都不具备的,美国也有想盗取中国的方面。 全球化背景下,科技全球化更是日趋明显。 中美科技如今能站到世界舞台竞争,说明中国科技取得了长组进展,同样说明美国科技仍然具有核心竞争力,而在一些具体项目上,中国需要美国企业的经验、技术,美国同样需要中国提供的智慧及人才。 两者是一种互相融合、互相补充的关系,而不是单纯的对手关系。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科技,是综合国力的象征。 中美之间的发展与竞争会长期存在,那么在科技领域的这种关系必然会继续保持,甚至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。 对于双方尤其是美国而言,唯有放下成见、开放合作、互利共赢,才是最佳选择。